大家好 我是小哈 今天要來開箱喝喝看 義美跟泰山出的 堅果杏仁果奶豆奶 因為一個叫果奶一個叫豆奶啦 應該是差不多的東西 大家有沒有一種經驗 就是百貨公司的地下一樓或地下二樓 每次一進去就會聞到一股杏仁粉那種味道 我還蠻不喜歡的耶 所以從小時候啊 我就對那種杏仁奶一種台詞感 但是沒有關係 看看這兩款 會不會扭轉我的想法 那我們來看看他們兩個喝起來感覺如何囉 首先呢我們先來喝看看義美的好了 義美就是高纖堅果杏仁全豆奶 那它是無香料啦 但是它有添加蔗糖 所以它是有糖的 第二款呢我就來喝看看這個 泰山的堅果作用原味杏仁果奶 那我買的這款也是有添加糖 它另外一款是無添加糖 我覺得公平起見 我兩款都是買一樣的 那它的糖呢我看一下也是添加蔗糖 兩款都喝完了 先講義美的 義美的呢它打開以後啊 它的堅果香味還蠻濃郁的 杏仁奶的味道沒那麼的重 它喝下去它的堅果味整個綜合掉它的杏仁奶味 對於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它堅果味蠻香的 所以讓我對於杏仁的恐懼可以降低非常多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的杏仁奶味 堅果作用這一款呢 杏仁奶大概佔了七八十趴 堅果佔一點點 所以我剛剛喝下去第一口說就是 杏仁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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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仁奶的味道你知道嗎 對於像我排斥杏仁奶 杏仁粉那種人呢 我不是這麼的愛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杏仁奶的人 或許你會比較喜歡這一款 因為它堅果味相對的沒那麼的重 如果大家對於這兩款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試看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叫做粉絲按讚 掰掰